要不然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们 汉胜妈妈,我们已经有跟保健室的护士确认过 确认汉胜没有大碍,才让他回去休息的 好,今天姑且不谈这个 那你为什么纵容那个抢我儿子扫把 还害我儿子受伤的那个学生 这种坏学生啊,应该记过 汉胜妈妈,这件事情 我有跟在堂的同学确认过了 当时汉胜其实也有错 我已经口头劝告过他们两位同学 希望他们以后的行为都能够更加谨慎 你的意思是说我儿子说谎咯 汉胜妈妈,你先别那么激动 请你对我有信心 这件事情我是绝对会秉公处理 不会偏袒任何一方的 好,以后再有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儿子不要再受伤 你也不要再继续偏袒这个学生 既然不然的话,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汉胜,我们走 还好吧 各位同学 学校校新的运动会要到了 我们要挑选班上大队接力的选手 好,现在先来测试一下大家一百公尺的成绩 男生一边,女生一边,照座号排队 男生一边,照座号排队 第一组,预备 第二组,预备 第二组,预备 十二秒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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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秦丽 蔡怡晨 李冠廷 鄭允萱 李家凯 蔡逢源 馨儿 庄汉胜 好,以上二十名同学 是班上跑步成绩最好的 其中庄汉胜速度最快 庄汉胜哪 大队接力就有你当队长 老师,我想退出 我不想和庄汉胜一起跑大队接力 怎么了吗 老师,我也是 不想跟庄汉胜一起跑接力 要是不小心弄到他,会被他妈妈骂 我也是 我可不想被他妈妈抓进警察局呢 我也是 我也是 大家都退出吗 你,我也是要退出 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你跑得最好 所以班上同学排挤你 不让你参加大队接力 老师知道所有的状况 居然没有处理 老师有处理啊 就好跟班上同学好好沟通 这就是我向他们低头的意思 我又没有错 我干嘛向他们低头 其实太过分了 你们体育老师叫什么名字 我明天打电话去学校 帮你跟老师讨个公道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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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误他妈妈 就特地呢 打来给陈老师抱怨 希望可以换掉其他同学 好让汉胜啊,可以上场比赛 哇,汉胜的妈妈也太惨了汉胜了吧 唉,他这样做啊 反而会让汉胜跟其他同学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 是啊 有的时候啊 遇到这么强势的家长 还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呢 嗯 不过我觉得问题的关键 还是在汉胜身上 我们可能改变不了家长的想法 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 导见汉胜 再透过汉胜影响他妈妈 嗯 你说的啊 吃都很有道理啦 只不过呢 要改变掉汉胜 那不知反省 又不肯认错的缺点 我想啊 还得找个适当的司机 花点力气才行呢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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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我们先分组练习 篮球组的到篮球场集合 精液赛小队的 等一下到前面集合 开始练习传接棒 开始 人 大家大家 我們要離他遠一點 要是狀喚腎跑步跌倒 被滴滴棒砸到腳 他媽媽一定會找我們算帳的 對啊 大家最好不要接近狀喚腎 要不然不小心弄到他 不管有沒有受傷 他媽媽都來需要幫你抓去警察局 好了好了別鬧了趕快練習吧 我吃不下了 為什麼吃不下 是不是被舒服 不是 那是不是學校要發生什麼事情了 媽媽今天早上才打電話給你體育老師 有什麼用 陳老師雖然要大家接受我 可是不能逼大家跟我同一組跑 我已經退出街賽了 怎麼可以這樣 媽媽明天去學校 不用了 都是你害的 那麼愛多管閒事 跑到學校跟老師吵架抱怨 我今天也不會被同學排擠 也不會不能參加大約街賽 為什麼 可是媽媽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你 為我好 才怪 你是在害我 一如你快一點啦 今天體育老師安排 我們班跟十二班一起去比友 一賽 全班都要去加油 好 走吧走吧 好 我可以走了 嘩 怎麼會 我會幫你 到這裡 感谢观看